小朋友看到鱷魚非常的興奮 這裡是才剛開幕 沒有多久的熱帶雨林館 館內全是從南美洲等 熱帶雨林區引進的動植物 戶外區有13種動物 室內區更有超過40種 昆蟲 兩棲類 魚類 鳥類 動物園還特別引進了 水豚 馬來摩和樹賴等動物明星 剛好正值暑假 幾乎每天都有大批的民眾排隊 由於參觀的人太多 動物園採發放參觀券的模式 每天參觀的人數上限一萬九千兩百個人 每十分鐘管控四百個人入館 造價將近3.9億元的熱帶雨林館 吸引民眾瘋狂的拍照 熱度堪比當年開放的大貓雄館 有一些新的動物 有水豚跟鱷魚什麼的 所以我想要帶小朋友來看一下 包括施作完成 真的就是13年的青春 這些小的大的動物 它其實滿吸引遊客的注意力 不過週日起水氣減少出遊的同時 民眾也要注意防曬 氣象局表示 全台各地白天天氣晴朗炎熱 午後會有短暫雷震雨 在氣溫方面 各地高溫大約33度 大台北盆地 華東縱谷一帶可能達到36度 本週一二水氣逐漸減少 只有中南部有短暫的震雨 週三到週六太平洋高壓增強 各地大多是多雲稻晴 但典型的夏季形態 還是有可能出現午後雷震雨 民眾出門還是要攜帶雨季 記者楊閣王一仲 SNG小組台北報導 共產黨